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圣灵人令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到亲近上帝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建立好明星 我们先听听《提多书》二章六至八节 《提多书》二章六至八节 又劝少年人要紧守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葬 第八节 言语纯传 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 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 便自觉羞愧 在就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期间 查理玉德是一名双棲学生运动员 话说在1993年 这位年轻的四分位以全国最顶尖的大学 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 就赢取得海斯曼奖杯 而他同时也是篮球队的明星球员 有一天在他篮球赛前的谈话当中 他的篮球教练就在提醒球员的时候 不小心使用了粗言畏语 这位教练注意到查理很不自在 于是就问他了 查理 发生什么事? 查理就说 教练 你知不知道 橄榄球教练爆灯 就算他不说粗口 仍然都可以让我们很努力地投入球赛 查理他拥有学像基督的品格 让他能够温和地 和榄球教练讲论这个问题 后来这名教练就和记者说 每当他和查理聊天的时候 都会感觉自己好像被一个天使在看着 要忠心地为基督作见证 同时又在非信徒当中保持好明星 真是很不容易 但是基督徒能够在耶稣的帮助和引渡下 变得更像他呢? 在《提多书》的二章 六至八节 新译本 保罗就劝勉年轻人和所有信徒说 要自律 要顺存 要尊重 言辞要顺正 并且无可指责 当我们以靠基督的能力过这样的生活 不单能够荣耀祂 并且能够建立好明星 这样 其他人也都会很愿意聆听我们 靠着上帝的智慧所传讲的话语 各位朋友 良好的声誉 如何帮助你影响他人呢? 有什么能够帮助你成长更像基督?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这样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为年轻同工 而提多就是其中之一 但提多和提摩太不同之处 是在于我们对提多知得很少 我们不知道他和士图保罗是怎样相遇 也不知道士图保罗是怎样成为他的导师 在哥林多后书 提多被论及有十次 而在加拉太书 提多被提及两次 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信 他是士图保罗宣教团队之中一个重要成员 此外除了提多书 就只有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十节 讲到提多 经文提到士图保罗就吩咐提摩太 内容说 你要赶紧地到我这女来 因为抵马贪爱言禁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贴撒罗尼加去了 格纳士往加拉太去 提多往塔玛太去 求圣灵帮助我们靠着基督 活好今天的生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麽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